大家好,养蓝浇水三联工 我们除了在养护兰花的时候要做好这个浇水的管理之外呢 大家还一定要注意好一点就是这个气的管理 因为我们养护兰花只有把这个水和气的管理做好了 才能够真正的养好蓝 如果你单单只是把这个水的管理做好了 兰花也是很难养好的 那么什么是气的管理呢 其实这个气呢就是这个植株根系它需要的氧气 那么这个气和水呢它又是相对比较矛盾的 因为兰花它的根系呢对氧气的需求是多多益善的 但是对水的需求呢就不是多多益善了 如果水多气少那么就容易烂根 如果气多水少又容易空根 所以呢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在养护兰花的时候呢就讲究两个字 就是一个要润还有一个要透 润的话呢就是说浇水收了盆土要保证处于一个润而不湿的状态 那么这样才是南根生长最适应的状态 透的话呢主要是在于环境的通风透气 然后呢就是这个花盆的一个通透性 还有你的植尿的一个透气溺水性 那么我们只有把这三个透把它做好了 然后把这个气的管理做到位了 然后再加上浇水的管理就是处于一个润而不湿状态做好了 那么才能够真正的养好了 所以想要真正能够养好了的话 大家就一定要牢记这两个字 一个就是润还有一个就是透 那么盆土保证润而不湿状态 然后根系的话呢处于一个特别透气的一个环境 那么它才能够正常的生长 南根才能够越养越旺 所以这就是养护兰花大家必须要牢记的两个字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